歡迎收看 命運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杜玲 然後我是郭靖淳 嘿 來 來 我們來趕快 今天我們從時事來看命理 命理來看時事這樣 是 唉唷 你如果這麼好騙這樣 是呀 唉唷 是怎麼說 青菜把你這樣手兩句話 你就把我騙去了 你把我騙什麼 趕快你生理 我不是騙你的賓士車沒去 對啊 你煩惱一下 冒冷汗 是 是 我很憤怒 憤怒到現在 來 歡迎我們的媒體人 首先第一位歡迎我們的 呂文婉小姐 大家好 今天最開心就知道 篤林哥原來開賓士 有20年的賓士 老爺車很怕胖沒去 他太賣又沒人要賣 對啊 來 接下來歡迎我們的陳彥博 大家好 好 來 接下來歡迎盧彥麗 大家好 好 來 我們歡迎陳輝文 好 來 歡迎我們秘妮老師 來 首先歡迎韋安老師 好 接下來歡迎余雪洪老師 好 接下來歡迎張勝書老師 好 接下來歡迎艾菲爾老師 好 來 我們棚內有人發燒 有人鼻音很重 前三排後三排自我自家隔離 自家隔離 隔離 真的 這就很帥 這麼人發燒 這麼就很帥 你發燒 我比賽 真的 來 觀眾朋友來看看 來看電視不會傳染 H1N1 不用玩樂 笑耶 這則新聞說 賈特警徵出情 勒索錢莊 這不是真的 壞人騙壞人 說最近流行的偶像劇 那什麼玻璃式大人 結果這個歹徒 他就很想當警察 可是他以前有前科 他不能當警察 他就自己去買了服裝 買了道具 然後去炸騙 那個地下錢莊 我們問一下揮文 怎麼會這樣 對 其實我們警專跟警大的那個 你去報考 那個是很嚴格的 通常你在報考的時候 他跟一般的那個連招不一樣 他會先叫你把自己的資料 稍微寫清楚 那 不是只有你個人 像這一個 這個壞人 他是自己本身就有前科 如果你的爸爸 哥哥弟弟有前科的話 也會列入考量 蛤 他要深加調查 完全要深加清白才嚴格 以前的調查非常嚴格 那要是我哥哥混黑道 那我就混白道不行 基本上是有點衝突 你們那個勾結 黑白勾結 這個招數其實是 就我們社會新聞來講 是個老招數 就是地下錢莊 剛剛篤玲哥講說 壞人騙壞人 因為地下錢莊叫吸血鬼 高利貸 以前我們在台北市真的發生是 真的警察 他跟民眾合作 那民眾就跑去地下錢莊借錢 那借錢之後 你們10天就要繳利息 對不對 他繳利息的時候 第一次他會準時繳 第二次他就不繳 不繳的時候 他會把那個地下錢莊約來說 我們約捷運站見面 然後真的警察就在旁邊埋伏 然後把那個全部都拍下來 然後就把地下錢莊抓起來 對 這個事情是真的發生過 所以其實這個假警察 他的招數 很多地下錢莊業者都知道 所以那一天他穿了這個全身的 你剛剛照片上的制服 全部都假的 外面都買得到 就那種假啦 是喔 這個都買得到 警察政府外面都買得到啊 這個 那階級買得到嗎 我可以買那個署長的嗎 那個 幾線級那個買得到啊 那個就是警用用的 我跟你講 這個軍人的 那個警察的那個階級買得到 軍人的也可以買得到 對啊 所以你高興的話你這邊掛 買星星啊買梅花 我會買梅花的咧 你要放個五星上架都可以啊 星星比較大嘛對不對 是喔 所以這個是這個 當然他很倒楣 因為他把錢莊的業者騙出來之後 他就掏出假牆說 我這個喔 我是警察 你們放高利貸我都知道 我都收證完了 每個月要給我3萬 不然我就要把你們抓起來 那地下錢莊業者不是被嚇大的啊 馬上就通知真的警察 就把這個假警察抓起來 地下錢莊業者 他不怕真警察來抓他喔 大部分的業者跟真的警察 都有密切的互動 也有配合就對了 沒有親戚關係 但是認識 朋友啦 那問一下業務 那民眾要怎麼樣辨別真警察 或者假警察 或者他們現在詐騙其他 會扮成什麼其他的身分 而且現在多無聊 現在有人的摩托車啊 他把它改的 說有賣釀子的烤漆啊 跟那個整個車型 就像警察巡邏的那個 白色 藍色 對 白色 藍色 對 還有那個後面還有燈 其實觀眾朋友 第一個原則就是說 你沒有做過的事情 你不用擔心 絕對就不會害到你 你沒有做過的事情 你任何碰到什麼警察 或是假冒什麼媒體人 什麼這些人 你都不要怕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我個人的經驗 我曾經也接到過一通電話 他一來就直接打我的手機 然後跟我講說 你是陳彥博嗎 我說是 他說你之前犯了什麼罪怎麼樣 然後現在被害人 現在在我的警局去 這在我的警局裡面 你現在再過來一趟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我沒有做過任何的事情 我幹嘛那個 不用擔心害怕 對 我幹嘛擔心害怕 然後我第一個問他說 他就說你是哪一個 對 後來我就問他 我就說 我說你是哪一個分局的 然後他還跟我講說 我是哪一個分局的 他說你叫什麼名字 你是哪一組 你是哪一組 你是哪一個分局的 好 然後我說 他就開始結結巴巴了 然後我說 沒關係 你現在電話再掛掉一次 你再重打一遍 我打過去也可以 你留個電話給我馬上打過去 然後就不敢再 就不敢再打電話來了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遇到這種事情 第一個原則是說 你沒有做 你就不用擔心任何事情 你甚至還要問對方說 你是哪一個單位的 什麼的 你全部都把它講出來 講出來了以後 很簡單 我們現在不是有那個電話嗎 有那種詐騙那個電話 就是你要去問 好像是166還是多 165 165 你打電話去報案 打電話去報案 你就可以把一些真相查出來 你這樣那是 當然是詐騙集團 你這樣子 你要碰到真的警察 你真的有事 到時候你還這樣跟他嗆一下 如果說是真的有事的話 如果是真的有事的話 那就表示我曾經做錯事 曾經犯過法 你有沒有辦法 你一定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你問題是騙子很多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們都沒有做 而且最重要的是觀眾朋友 看我們這個節目的觀眾朋友 都是很善良的 所以他們也不會做什麼事情 一般的人 也不見得說有做什麼事 但是他就很怕 但是還有一個就是說 你要知道 我騙你 你不會被騙 我說你怎麼樣 你不害怕 但是我說你兒子 你家人怎麼樣 那個緊張得要死 我媽被詐騙集團嚇一個 她說你兒子在我手裡 然後對方說媽 我媽緊張得整人被軟掉了 我說媽 喊媽的那個小學四年級 我已經40多歲了 不然你是在緊張什麼 我曾經遇到過一個 真的 我曾經遇到過一個 就是我阿姨 我的那個表妹 她是長得比較高 比較壯一點 然後也是她接到一通電話 然後就說 你女兒現在在我手上 然後你趕快來付付款 結果我阿姨第一件事情說 你要綁我女兒 你可能要花費很大的一番心力 還有很大的力氣 才能綁得住 結果那個對方也笑一笑 然後就把電話掛斷 可是我要講 另外一個你講到那個 哭了那個什麼 我有曾經也接到過 我才 我們全家一起出遊 然後我和我哥哥才剛分手 我媽媽在坐我的車子 結果我媽就接到一通電話 然後那個電話一開始就哭 我媽 我不怕什麼 結果第一個反應我媽就說 你現在在哪裡這樣 我媽就很緊張 什麼才剛分手而已 然後我媽就開始跟著緊張 我就把電話拿過來 然後她就說 我說你什麼 我哥哥 我不怕什麼 我第一個反應說 我們家的家教 如果是在外面被打 被打如果打輸的話 你回來就不要講話 真的喔 你們家是這樣的家教 對 所以我在想說 你這個 當我的哥哥 那我委婉的問一下 就是譬如說 您個人如果要報考警校的話 資格符合嗎 我符合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當兵的時候 我當兵的時候是憲兵 我們也是查三代 憲兵查的意思 對 我們也是查三代 所以我們的身家都是很清白的 你是哪一個 你是哪一個單位的憲兵 但是警大我沒辦法去 警大我沒有去考 為什麼要 因為警大真的很難考 所以其實剛剛彥博講這個 我覺得當下接到這種電話 你要很鎮定 然後先掛掉 然後找到那個人 重點是在鎮定 我覺得找到那個人 因為曾經有一個媒體同業 就是友台的 你知道嗎 他那天很衰 他媽媽活生生被那個詐騙 騙走了十萬塊 你覺得他媽有這麼笨嗎 大家一直宣導 有詐騙集團 結果他是怎麼發生的 一樣接到那個歹徒電話 沒有 沒有 你兒子在我手上 現在在我手上 拿十萬塊來放人 他想說詐騙 然後他說沒關係 他說你等我一下 我要傳錢 先掛電話掛掉 然後掛掉之後 他就第一件事情找兒子 手機不通 不可能 怎麼可能 他做新聞業的 怎麼可能不通 要死不死 那天電訊業 在修整條馬路你知道嗎 修線路 結果剛好那段時間 卡得剛剛好 他電話是不通的 他媽媽覺得不得了 那個錢就 知道他的人 就在那個歹徒的身上 所以他就把錢匯了 結果後來 後來已經來不及了 錢已經出去了 所以再怎麼樣 就是說你如果不要 那個縫隙 如果讓歹徒抓到 我覺得這個弱點很難逃得掉 真的 可是唯一真的要先鎮定 觀眾朋友 各位媽媽愛租以外來說 我們先進廣告回來之後 我們教你看 哪些人看起來 是好人 不過喔 他真的是壞人 來